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外面很暖和的 你怎么穿这么多 毛线 道哥想去南极看企鹅 你穿成这样 去南极可是会很冷的 道哥 可是我已经穿了很厚很厚的衣服了 那我给你变一条围巾戴着 你还需要一副手套 再戴一顶帽子一定会更暖和的 好暖和 谢谢毛线 不用谢道哥 其实毛线想做一些更特别的事情 特别的事情 我有办法了 跟我来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 乔乔手手工屋 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 学习助手阿尔法弹 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红果果 大家好 我是绿泡泡 你们知道吗 今天我们做手工要用到的材料就是毛线 毛线 你的这个杯垫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和我们一起学做手工的 我们的圆圆老师 大家好 我是圆圆老师 手工老师 林红圆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国运春幼儿园 欢迎 好的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想学这个杯垫吗 在学做这个手工作品之前 还是让我们先来寻找一下所需要的材料 做手工教材料 我们一起教材料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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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找 找 找 材料 都找找 去找找 我的材料找到了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毛线 彩色卡纸 布织布 好 材料已经找好了 接下来圆圆老师赶快教我们怎么做吧 首先我们拿出卡纸 在卡纸上画出小鸡的身体 画好以后 我们把它剪下来 接下来 我们拿出毛线 来做出小鸡毛茸茸的身体 我们用说面膠 将毛线固定在小鸡的身体上 固定好后 我们将毛线缠在小鸡的身体上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再换一个方向 在小鸡的身体上传出一个十字 最后我们用毛线 缠满卡纸的空隙 那今天呢我们做的是这个小鸡杯垫 小鸡非常的可爱 问问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小鸡都有哪些特点呢 鸡没有出人前 住在一个同样性的房子里 那个房子就是鸡蛋 五鸡会下蛋 狗狗狗 公鸡会打鸣 狗狗狗 哇 真的 小鸡真的是很可爱 对不对 是的 小朋友们都很了解它们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做吧 当然了 如果你还喜欢其他的小动物 也可以做成其他小动物形状的可爱杯垫 看好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老师用布织布做出了小鸡的眼睛 我们用双面胶把它固定在小鸡的身体上 我们拿出黄颜色的布织布 来做小鸡尖尖的嘴巴 小朋友们 小鸡的嘴巴是什么样子的呢 三角形 尖尖的可以抓地上的米子分 真的 我们一起来做吧 三角形 然后将布织布对折 用剪刀把它剪下来 哈哈哈哈 小鸡今天的嘴巴就做好了 我们把它粘在上面 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小鸡的脚 我们在布织布上画出小鸡脚的样子 画好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把它剪下来 接下来我们把小鸡的脚固定在它的身体上 小朋友们 我们的小鸡还缺什么呢 大大的机关 不知道小朋友们知不知道啊 我们平时见过这个大公鸡 它是有一个大大的机关 其实母鸡也有机关 只不过机关比起公鸡来说要小一些 但是我们做的是小鸡背垫 那小鸡的那个机关呢 其实也有 但是几乎看不到 忽略不计 所以说在做的时候 我们不用做机关 只要做出可爱的翅膀就可以了 好一起来做 好的 下面我们在布织布上画出小鸡的翅膀 画好后我们把它剪下来 剪好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下面我们把小鸡的翅膀粘在它的身体上 我的小鸡背垫做好了 是不是很可爱呢 你们的呢 我们的也做好了 一起来看一下 哇 粉色的兔子背垫 哇 很漂亮 都有点不舍得用了 我觉得小女生应该会非常喜欢 那肯定啊 如果不是背垫的话 直接把它作为一个工艺品展示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看我这个怎么样 看出是什么动物了吗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小老虎 什么 小老虎 不对 再仔细看一看 小熊 小熊 可爱的小熊背垫 也不错吧小熊 真的很可爱 有进步啊 六胖子 是说我的手工作品有进步是吧 好 谢谢 谢谢 来看一看两位小朋友的作品 小鸡 小鸡 小鸡怎么叫的 鸡 刚才我们小朋友做的作品呢 都很棒 那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个手工作品的制作步骤吧 第一步 在卡纸上画出小鸡的身体 并把它剪下来 第二步 在卡纸上缠上黄色的毛线 做小鸡的羽毛 第三步 给小鸡装饰上眼睛 嘴巴 脚和翅膀 这样小鸡杯垫就做好了 欢迎回来本栏目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姆牛奶 刚才我们一起回顾了这个杯垫的制作过程 那么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也带来了他们非常棒的作品 一起来看 大家好 我是张浩元 这是我和我爸爸妈妈一起做的小猴子做垫 大家好 我叫李子齐 这是我做的小狗杯垫 大家好 我叫李子齐 我叫张子航 这是我做的鸡鹅做垫 让我来试一试 收心 闪起瞧瞧手 快乐咚咚咚 啦啦啦 啦啦啦 一起玩猪艺 手工老师于小雅 来自新中街幼儿园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